山陀兒颱風實在很難搞 第一個它的名字實在很難唸 大家不覺得嗎 不小心一下 淑莉就唸成山魁兒還被投訴 講這麼辛苦還被投訴 然後還有就是 這個從今天下午過後 它一直每小時6公里持續 一直往西 大家有沒有看到 一直在往西 這代表什麼呢 這代表其實它真正 接下來這路徑上 還是存在著很大的變數 所以這個颱風 真的是非常難以捉摸掌握 好 那我們來看看 從這個擂茶跟風場圖來看的話 事實上現在有一個比較強的 這種外圍的雲帶 現在外圍的雨帶 現在一直在侵襲的花蓮跟台東 所以花蓮跟台東一直 目前都還是有強降雨 食雨量都是在20跟30以上 除了東半部有強降雨之外 因為雨帶過山 所以現在晚上南部地區的降雨 也明顯增加了 另外在風跟浪的部分 我們可以看到 事實上現在在藍雨 已經刮出了11級的強震風 那麼另外在成功 其實也已經有9級 而且在恆春以及新屋 也都有10級到9級的強震風了 當然了 未來這幾天 大家很關心颱風架的問題 我們就先來看看 這個雨區預報上面 其實因為明天整個降雨來說 跟風來說 整個花蓮台東 恆春半島 明天是風雨達到最劇烈的時候 那麼南部其實明天晚上 風跟雨也會明顯增強 到了禮拜三說實在的 全台灣都籠罩在山 陀 爾 颱風 它的暴風圈範圍之內 所以在這一天當中 全台各地其實是風雨最明顯 而且風雨最劇烈的時候 所以這個禮拜三其實全台灣 要放颱風架的機率可以說最高的 到了禮拜四其實颱風逐漸要遠離 可是禮拜四的時候暴風圈 還是籠罩在北部跟宜蘭東北部這邊 而且這個北部跟東北部 還是比較有持續性的強風跟豪雨 那麼因此在禮拜四北台灣 其實還是有放颱風架的機率 所以最後淑莉整理的一張重點 我們就帶大家一塊來看看 首先要特別注意的就是 這山陀 爾 颱風 有可能成為最強登陸高雄的颱風 但是它登陸的路徑 還有登陸的地點 其實後續還有變數 我們還是要持續在觀察 另外這一次在南部 不管是在哪邊登陸 事實上對於南台灣的衝擊 可以說都是非常劇烈的 所以無論如何 這一次南部的觀眾朋友 要小心防災 放颱風架的機率 再為大家整理一下 禮拜二花蓮台東南台灣有機會 禮拜三全台各地都有機會 到了禮拜四 北台灣是有機會放颱風架的 以上就提供給大家做參考 時間交給宇蘇 確實目前中度颱風 山托爾其實它的整個暴風圈 在稍早12點的時候 已經接觸到我們橫生半島一帶 這邊的陸地了 所以未來它到底會怎麼走呢 光看這條路徑 您知道嗎 它現在真的還是歸宿 速度非常非常的緩慢 主要是因為目前的導引氣流相對不足 所以現在看起來它還會持續的 往西的方向來移動 預估下一個點就會是在 周三的中午的時候 會登陸到高雄屏東一帶 但是到了周三的晚間七點左右 整個暴風圈將會是 籠罩台灣最大的範圍 一直要到周四的下午之後 整個暴風圈才會逐漸脫離到台灣的本島 因此目前看起來整個影響的時間 還會是非常的長 尤其如果說它的整個路徑 再往西稍微拼一點 不排除未來登陸的地點 可能除了高雄屏東以外 有沒有可能進一步往北 來到了台南都還必須要持續觀察 但是現在這個時間點 氣象水特別針對幾個地方 已經發布了陸上颱風警報 我們透過了警報單 但您進一步來看到 現在其實包含了整個高雄以南一帶 還有包含了恒之以及台東 現在都是屬於陸上颱風警報的範圍 而至於海面上當然整個南部地區 因此包含像是台灣海峽南部 都南部的海面巴士海峽 同樣也都是海景範圍 這個陸井的範圍 預估在下一報的時候 有可能就會持續再往北來擴大 主要也是因為 現在整個七級風暴風半徑 看起來還會持續再擴大 目前的暴風半徑是來到了200公里 但是未來有可能 它還會持續的增強增胖 我們透過了潛式預測 但您進一步來看到 現在整個海溫條件還是非常的好 所以目前它已經是中度颱風 在最接近台灣的時候 不排除達到了強台等級 所以如果說 來到了強烈颱風等級的話 對於南部地區影響又會更劇烈 尤其現在整個距離台灣 大約只剩下180公里的海面上 速度非常的緩慢 現在的速度是從每小時9公里 要轉5公里持續很緩慢很緩慢的移動 所以現在看起來什麼時候才會北轉 北轉之後的角度會是如何都會是未來影響台灣風雨最劇烈的關鍵 因此目前看起來要直到了星期二的下半天 它才會逐漸的北轉 可是北轉之後它未來會在高雄屏東一帶登陸 或者是從台南一帶登陸 還要持續觀察 尤其現在氣象水也提醒大家 其實這樣的路徑真的真的非常的罕見 為什麼 上一次其實從高雄這邊登陸的颱風 還記得嗎 在1977年的時候 當時的賽洛馬颱風 它也是一個中度颱風 它同樣是從高雄這邊登陸 可是當時賽洛馬 它雖然是一個中度颱風 可是它的整個進中心最大風速 每秒是來到40公尺 相對是沒有這麼強的中度颱風 但是現在山土兒颱風 看看它的進中心風速 每秒已經來到了45公尺 還有可能持續增強 所以如果說未來 它將登陸到高雄的話 也會創下高雄有史以來 最強登陸的颱風紀錄 以此目前看起來 整個如果從高雄屏東一帶登陸 未來直接的往整個東北的方向來移動 最有可能出海的地點 目前看起來像是包含了 宜蘭花蓮一帶都有可能 可是這條路徑真的非常的罕見 所以現在氣象署也預估 它有可能整個進中心 在登陸台灣的陸地時間 長達了12小時 依照過去對比起來 可能一般它的中心登陸台灣時間 大概是3到4小時 長一點6到8小時 這次目前看起來影響台灣的時間 還會再持續拉長 有可能會拖延台灣整個風跟雨 一直影響到了星期四 所以現在有哪些地方 已經感受到明顯的風雨呢 我們透過了雷達回波圖 要帶您進一步來看到 有沒有發現光是雷達回波圖上面 整個颱風眼就是非常的清晰 現在它的強度還持續在增強當中 因此現在的雨最明顯的地方 包含了整個迎風面地區 花蓮的風冰 還有包含像是屏東恆春 現在時雨量大約是 40到60毫米持續累積 而至於目前呢 累積到現在為止 降雨最劇烈的地方 還是出現在花蓮的風冰 現在的累積雨量 已經突破來到了142毫米 這個強降雨還會再持續 尤其我們說到了 現在它整個中心 都還沒有登陸台灣 已經在迎風面 造成比較劇烈的降雨 所以未來的降雨 一定要特別小心 這雨會怎麼下呢 其實從今天開始 外圍環流就開始影響 整個迎風面已經開始有降雨 而且最劇烈的降雨 就從星期二開始 一直到星期三這一段時間 要提醒大家 其實現在南部地區的降雨 有可能還會再上升 如果說這個山陀兒台風 未來路徑稍微再往西偏一點 稍微從整個台南一帶 往北來登陸的話 整個南部地區的降雨 還要更小心一點 尤其現在整個氣象署 已經特別針對了花蓮 台東還有包含恆城半島 發布了豪雨特報 其他地區也要一定戒備 以上是這節最新 山陀兒台風靠近造成東部花蓮 台東風大雨大 海邊浪也大 卻因此在台東縣大鳥村 台九縣416公里處 民眾開著車跑到岸邊關浪 只是好幾度大風一吹 人都站不穩 遊客還是沒有離開 反而拿起手機 要拍下海浪波濤洶湧的壯觀場景 實在很危險 另一頭在花蓮海邊 暗巡人員擔心發生意外 開始在暗季拉起封鎖線 花蓮12暗巡隊隊員 北從秀林鄉南到封冰鄉 都派出暗巡人員 到暗季拉起封鎖線 七星潭安檢站 更是拿出大聲功 就是要告訴民眾 不要跨越封鎖線 以免處罰 請民眾不靠近警戒區內 如勸告不聽 將依災害防救法 第55條 才罰5-25萬元罰還 只是暗巡人員表示 也有遇到台中開車 到花蓮玩的遊客 到七星潭觀浪 表示知道蘇花阻斷的情形 這一次是從台中 繞南部上來 不擔心會受到台風影響 但是因為台風逐漸靠近 風雨只會更強勁 千萬不要涉嫌到海邊玩 東森 新闻華為民 湯匯林遜君 台東花蓮報導 台風都還沒登陸 高雄陸竹就已經下起暴雨 瞬間強降雨 排水不及 馬路煙成一片 這台沒完 日本溪水暴漲 堤防整個崩塌 由住家後方陽台 跟著堤防塌陷下去 一名18歲少女 差一點就被溪水沖走 這是2014年 鳳凰颱風襲台 帶來的威脅 屏東單日雨量 破700毫米 高屏花蓮跟台東 電力中段 釀一死三傷 比較山陀 颱風預報路徑 跟當年鳳凰颱風 兩個颱風路徑相似 中心從南部登陸 再從東部出海 專家示警 新南側登陸的颱風不多 但災情都很慘 如果是從南高屏 這樣子過 這樣子行徑的颱風 它沒有受到中央山脈 地形對它的破壞 其想專家解釋 颱風從南台灣登陸 因為中央山脈 在南部地區較低矮 對颱風破壞有限 南高屏直接面對颱風中心 最近的風雨 最強的這個風雨的岩牆 有可能就在高屏附近通過 那一般岩牆所在的位置 就是風雨最大的地方 也是整個颱風上升運動 最強的一個地方 再把時間拉到1977年 塞六碼颱風 以中度颱風強度登陸高雄 在高雄標出每秒53公尺震風 到現在還是高雄震風紀錄 造成南部嚴重災情 有37人死亡 12人失蹤298傷 讓老一輩高雄人 溫塞洛瑪色變 儘管預報路径會有誤差 可路径持續吸收下 山陀從台灣新南側登陸機率大增 影響時間更會拉長 威脅不容小覷 同行為江淳 吳財賢 在台北採訪報導 陡大的雨滴伴隨強風 打在雨劇和路上劈啪作響 如果不說還以為這些雨滴是冰雹 讓走在路上的行人不斷尖叫 路人的傘瞬間開花 有人甚至站都站不住 坐在車裡雨刷刷到最快 也是看不清路面 這是在屏東縣恆春鎮中午的景象 山陀而颱風的外圍環流 已經掃到恆春半島 屏東縣政府緊急宣布 包含恆春 滿洲 車城 芳山 牡丹 獅子等 六個鄉鎮 下午已經達到標準 因此緊急停班停課 家長聽到消息 趕緊衝到學校 接送小孩 家長除了撐傘還要穿著雨衣 因為這樣的風雨 雨傘擋都擋不住 雖然有家長抱怨 為什麼不早上就停課 但是山陀而颱風 行進的路線非常詭異 也讓氣象專家相當頭疼 無法掌握它的精確方向 東縣南部中心 屏東報導 好 另外看到花蓮這邊 已經下起了大雨 不過有知名的臭豆腐店 依舊是有不少人冒著風雨 也要來吃 但有人說取消了後續的行程 要趕回台東 詳細的情況連線給記者許宇辰 好 主播觀眾 在這個颱風山陀兒的影響之下 現在玉嶺 花蓮的玉嶺這邊呢 是仍然的有雨勢喔 所以雨勢持續的降下來 我們可以看到呢 對面的馬路邊的這個公園旁邊呢 已經出現了積水 像是小河流一樣的 在路邊流成一片了 我們現在來到的花蓮玉嶺知名的臭豆腐店呢 今天仍然是有營業的 店內的用餐客人還是有部分的人在裡面用餐的 我們來聽一段稍早的訪問 對 我們在花蓮啊 今天還在花蓮 結果 叫到底就趕快回家 提前回家 我們今天是反程度上 對 你們的行程都前取消了 取消了 你們本來 我們很怕回不了家 台風很大 對 加減有影響 加減都有 大家影響到幾成 跟我們講一下 對 今天呢 目前是還好啦 平常有時候都有時候是蠻多的 對 有時候都有 三四成都有 對 都影響蠻多的 那我們也聽到店內的民眾說呢 他們其實是從台東來的 他們今天呢 本來還在花蓮試吃 本來預計還有兩天的行程 不過現在呢 被迫因為這個風雨啊 是提前的讓他們取消了 因此呢 他們現在是要趕快的來趕回 他們台東的家裡喔 後續兩天的行程 因為這個風雨啊 相當的掃興 讓他們直接沒有辦法繼續玩了 而且呢 他們也就擔心 要從花蓮回去台東家的路上呢 其實也是蠻有風險的喔 因此就在這個颱風的風雨 正式登陸之前呢 就趕緊的來返程 那麼他們回到台東 也要趕快來做這個防災的準備喔 畢竟台東也是首當其衝 那麼是我們以上在現場 為您掌握的聽情形 再把眼鏡頭走還給黃麗主播 現場消息就要來看到 山圖的颱風持續的接近台灣 在宜蘭地區這邊 中午過後已經開始下大雨了 現場連線給記者溫友蓮 告訴大家 友蓮 好 山圖的颱風持續的靠近台灣 目前陸上及海上的颱風警報式 持續的發佈中 而您可以看到在宜蘭地區呢 中午過後已經有出現了下大雨的情形 剛剛我們一路走來 很多的街邊這邊也都有出現了 有一點積水的情況 不只是行人通過的這個街道這邊呢 包含像是馬路旁邊 同樣也有出現了積水 很多的水呢都是積在路邊 已經排不下去了 那目前中央氣象署呢 是說這個颱風是中台 但是不排除有可能會變成強台 得再持續的觀察 好 那目前他們也預估說 今天的下半天 颱風的暴風圈就會接觸到恆春半島 全台都會有影響 明後天各地的雨勢都會再更大 提醒大家得做好防台準備 好 那麼以上 我們現場在宜蘭的最新狀況 再把時間交換棚內 好 來 關心颱風來襲 我們的記者在台東這邊 掌握颱風的最新動態 像是以溫泉著名的金輪鄉 現場情況又是如何 連線給記者林炫君 炫君 來 主播觀眾 現在我所在的位置就是台東線的金輪鄉 可以看到現場是下起了間歇性的雨 不過這個雨其實是週末不定的 剛剛其實還有放行的狀況 不過在我們來到金輪的路上 是狂風暴雨 整個雨刷 車子的雨刷得開到最快 才能看清前方的道路 其實我們都知道 金輪其實是以溫泉著名的一個鄉鎮 但是其實可以看到 今天因為禮拜一再加上颱風的關係 整個大街上是空蕩蕩的 那其實呢 金輪的地理位置呢 它比較特別 因為它是在金輪西出海口的一個小城鎮 那它呢 北部有山 等於是一個C字形的一個鄉鎮 北部有山 西部也有山 南部也有山 等於是三面都有山的狀況 它只有吹海風的時候 才會感受到比較強勁的風雨 但是我們在來的時候呢 其實風雨很強 等於是說這個颱風是越過了山頭 直接打到了這個新輪陣裡面來喔 也是看起來這個風是相當的強勁的 那其實我們剛剛在來的時候呢 也看到了一些民眾在準備發電機 要度過這次的颱風夜 就怕這個晚上風牆雨鬥呢 會有電線被吹斷出現停電的一個狀況 因此呢 準備發電機來背脫這個晚上的一些電力的情形 那以上也是我們在台東新輪 掌握到的最近消息 將時間盡頭交還給房內直播 好 目前看來山頭兒颱風是朝著南台灣而來 恆春鎮公所也準備了800個沙包 讓民眾領取 現場連線給記者林嘉義 嘉義 好 直播各位觀眾 記得現在所在的位置呢 就是在恆春地區 那麼這一次的中台山頭兒 是朝著南台灣來 因此呢可以看到許多居民呢 是沿鎮以帶住在恆春的居民呢 趕緊來到這個恆春游泳池 對面的這個停車場地下室 可以來領取免費的沙包 而這些沙包呢 就是正公所來提供免費提供給民眾的 就是要嚴防淹水 所以呢 先拿了這些沙包回家 把門口的部分先擋起來 那麼目前根據正公所那一邊的統計 大約有20多人來領 領了有超過300多包 根據公所人員的說明呢 他們說從今天一大早就有許多民眾 陸陸續續來領取 那麼一直到中午過後 像是下午一兩點 都還是有民眾開著車 來載著整車的沙包回家 為了呢就是要預防稍晚的風雨 建大會造成積淹水的情形 所以先把沙包拿回家預備 那麼以上就是現場的最新情況 還有這個現場 來看到台北的天母知名百貨公司 傳出停電 後來求證台電公司 表示是百貨內部電纜故障 但也因為颱風即將清洗台灣 還一度讓民眾誤以為是受到了 颱風影響才會停電 現場連線給記者洪澤瑞 好 所以帶大家關心的是 山頭爾的颱風持續靠近台灣 也因此在北台灣這邊 風的感覺滿明顯的 但是我們現在來到 是在天母這個地方 其實這個百貨大家應該不陌生 很多人這個週週假期 都會來逛街 不過我們現在往裡頭看 可以發現裡頭暗蒙蒙的 現在已經來到下午時段了 怎麼會大門還沒開呢 其實不是受到颱風影響 似乎是出現停電的狀況嗎 好 我們就從這個現場的畫面來看的話 你可以發現 其實裡頭還是有櫃姐 他們在休息 那也因為停電的關係 所以他們不斷拿是拿扇子在山峰 那到底為何會出現這樣的狀況呢 好 我們就從SOGO他們的一個公告來看 好 上頭就寫著說 因為今天高壓電設備故障 所以現在都還在檢修當中 那預計要下午的三點鐘才會營業 那對此呢 台電也表示說 這個是這個SOGO內部他們的這個用戶 自備電纜故障 台電的供電一切都是正常的 那就來解釋在今天上午的9點39分 那這個百貨就突然停電 那台電呢第一時間也派員前往進行巡查 後來確認是用戶他們的電纜故障 所以台電也表示他們的供電一切都是正常的 只不過呢 現在因為剛好正逢啊 這個颱風來襲 因此有部分的民眾也以為說 是因為颱風的關係才會停業嗎 但事實上並不是 原來是因為停電的關係 那麼現在也表示呢 最快預計就在稍後的下午3點鐘 就會恢復正常營業 以上是目前我們在現場傳播到的 這把時間鏡頭交換彭林 好的 沒有錯呢 就像剛剛仲宇翔提到的 為什麼這一次會說這個颱風咻咻咻 非常快的就已經增強起來 其實昨天在這個時間點 它才變成一個中度颱風 現在它的近中心風速 已經來到了每秒45公尺 已經將近 接下來已經是到48 就是一個中度颱風的上限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現在的一個結構 相當的渾圓 相當的扎實 而且它的一個環境場也還是非常的好 海溫條件高 風切非常小 所以我們會說這個颱風 為什麼是不容小距的 最主要就是因為你可以看到 它幾乎在整個行進的過程當中 並沒有受到菲律賓的地形破壞 也因此這個颱風接下來 它持續的往這個西北方向來移動的時候 預計它會先走到屏東的 恆春的南方 才持續有出現這個北轉的情況 而且現階段 其實在很多的一個預報當中 認為它到底會不會 北轉的時間點 還會再更細一點才北轉 將會是接下來在今天及明天 我們要持續為大家關注的重點 除了看完這個結構 它是持續在增強 長胖以外 要告訴大家 就是各國的路徑趨勢 其實也已經逐步的有所修正了 我們來看一下各國路徑當中 可以看到的就是現階段 原本還在整個 恆春這一帶登陸的 就是所謂的韓國模式 在今天最新一報來說的話 已經逐步的都是 往這個高頻一帶的交界來登陸 登陸的時間點 預計就會落在 是禮拜三的早上 大概將近是 早上七八點左右的這個時間 不過後續當然 還是會有調整空間 但是現在大家 比較分歧的是什麼 比較分歧的是 後面這一個 即將要出海的這個地點 到底會從哪裡 現在看起來 登陸的機率非常高了 出海的話 現在其實包括從花蓮 一直到宜蘭都有模式做出來 可是為什麼我們會說 這個出海點很重要 因為這個出海點 攸關於整個颱風中心 究竟它會影響台灣的時間 我們可以看到 目前這一條的路徑來說的話 將近光走的一個時間點 就有將近花了12個小時 才有可能會出海 為什麼會說這是非常罕見的 因為過去如果是這種 比較算是東西向的颱風 大概花3到4個小時 甚至6到8個小時 就已經都會從中心會出海 但是一旦這樣這麼強的一個颱風 它的一個中心 在台灣滯留時間 越長的情況之下 將會帶來一定的強降雨 而且雨是會累積下去的 因此要提醒大家 對於這個颱風 是絕對不能夠掉以輕心 我們這一步從影響時序 要帶大家來看到 到底這個颱風 它會怎麼樣的影響到台灣 以目前在今天最重要的 就是暴風圈即將 就要碰觸到屏東的橫村陸地 預計按照現在這樣的一個路徑 沒有改變情況之下 在今天下午將近2點鐘的時候 整個颱風的暴風圈 就會觸及到屏東橫村的陸地 開始觸及之後 你可以看到 慢慢的外圍環流的雲系 逐步的都進來影響到 所謂的一個台灣的天氣 所以東半部地區 尤其包括現在 都已經發了大雷雨的即時訊息 要提醒大家 現在的雨也是滿大的 緊接著颱風要一直走 一直走 走到了超過了 在整個屏東 橫村 以南的地方之後 預期在整個環境場 才會有北方的一個系統 逐步的影響出來 預計這個北方的高壓出來之後 它的一道朝線拉過來之後 才有辦法牽引這個颱風 出現這個北轉的情況 但是這個北轉的時間點 目前看起來 預計是落在禮拜二的下半天 所以我們會持續 為大家觀察的 就是這個北轉的時間跟角度 將會影響到最後颱風 整個登陸的一個地點 都是會有很大變動 另外一個就是 它接下來出海的時間點 將會是落在於 禮拜三的晚間的時候 到時候整個暴風圈 將會是籠罩全台 所以禮拜三這一天 要提醒所有觀眾朋友 盡量要避免外出 甚至要提前做好防台的準備 整個颱風預計 要到禮拜四的時候 暴風圈才會逐步脫離 所以目前看起來 這個颱風它對於台灣的影響時間 將會是非常的長 所以氣象鼠也持續的 在雨的方面 要提醒大家注意了 我們就從影響最劇烈的時間 帶大家來看 以今天來說的話 今天受到外圍環流的一個影響 最主要的降雨 都是集中在東半部 尤其是在花蓮跟台東 還有恆春一帶 預期都是會有 豪雨以上的等級 而且這樣的雨 會隨著颱風持續的 它走到了恆春以南的一個位置點 持續的下下去 走過來的過程當中 整個環流雲系 慢慢的順著一個偏長的 東風帶進來之後 持續的在禮拜二 可以看到的就是 東半部地區的雨 還有山區是絕對要嚴防自災的 另外在北部來說的話 在明天的下半天開始 隨著高壓過來 北風逐漸增強起來 北部的風雨 也會明顯的開始有所的增加 禮拜三將會是 影響最劇烈的一天 因為我們剛剛說到了 禮拜三早上的時候 中心有可能會從 南部地區來登陸 一路的就這樣往東北的方向來走 一路的就要到 宜花這一帶交界來出海 所以這一段的過程當中 整個暴風圈是持續影響台灣 也因此整個降雨的趨勢 我們就會持續為大家來做觀察 而到了禮拜四 颱風逐漸遠離之後 整個雨區才會逐步的縮小 天氣逐漸恢復穩定 因此要提醒所有觀眾朋友 從今天開始一直到禮拜二 禮拜三 將會是整個颱風 影響台灣最劇烈的時間 一定要提前的來做好防台準備 以上這件最新 接下來就來關心山圖 而颱風步步進逼 說是東半部首當其衝 不過全台都不能掉以輕心 有關這個颱風的最新路徑 也有什麼樣的變化 接下來氣象時間交給明瑞 好的 沒有錯 其實現在這個颱風 它是持續的在逼近台灣當中 而且在整個過程你可以看到 其實它的外圍環流的雲系 已經逐步的都在影響到台灣的天氣 我們先從雷達跟衛星的整合圖 帶大家一起來看 你可以看到 現在這個山圖的颱風 到底有多大 它其實它的暴風半徑 已經來到了200公里 而且不排除接下來 還有持續成長跟長胖的空間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颱風 它非常的一個渾源 而且結構並沒有受到陸地破壞 因此相當扎實 預計它接下來還是會持續的 先朝西北的方向來移動 可是在朝這個西北方向 移動的過程當中 現在其實已經有一些外圍的雲系 順著偏強的東風 開始慢慢帶進來了 影響的包括了就是在屏東 以及台東的部分 現在其實在台東這邊 慢慢的有一條比較強的對流 正在移路當中 食雨量像是在台東的大午 已經來到了31毫米 另外在屏東的牡丹 現在食雨量也有21毫米 要提醒大家 氣象署持續發布大雷雨的即時訊息 因此這樣的一個強降雨 還會持續將近有一個小時的時間 而除了颱風 現在你可以看到 慢慢的雨已經開始在下 慢慢再累積起來了 但是整個一個路徑 似乎跟昨天比起來 也有一些的變化 我們這一步就從氣象署 這一張的潛視預報 帶大家一起來看 從氣象署的路徑 大家可以明顯看到 我們之前說什麼 之前說其實路徑是一路的 會從這個東部海面來通過 但是在今天開始 其實慢慢的已經往西 持續來調整跟修正 現在最新來說的話 它大概會是在高坪之間 高坪這一帶來繼續登陸 而預計會在花蓮一帶出海 可是要留意什麼 要留意的是 這一個登陸到出海的時間 我們為什麼會說這會非常的重要 因為你可以看到 預計登陸時間是落在明天的 禮拜三的早上大概8點鐘的時候 如果說禮拜三早上8點鐘登陸 一直到出海 預計要到禮拜三的晚上 也就是說這足足在台灣 中心登陸通過的時間 是將近有12個小時 這是非常非常罕見 而且甚至不排除 如果路徑在更北一點 甚至影響時間會更長 以一般來說 過去的颱風 如果大概整個中心通過 大概都是3到4小時 頂多是6個小時左右 因此要提醒大家 這樣的一個情形跟路徑 是絕對不能夠小觸的 但是以這樣的一個路徑 到底整個降雨的情況 風雨又會有什麼變化 我們進一步帶大家 來看風雨的分析 從風雨分析當中要提醒大家 原本我們預估是會 從所謂東半部北上 但是如果東半部北上 對於東半部來說的話 風雨將會是最劇烈 北部也要注意 會有比較強的風雨 可是以現在來說 各國其實持續的都把這個路徑 是往西來去做修正 而且不排除還有再更西的可能 所以按照這樣 從南部登陸的路徑來說的話 對於南部跟東半部的衝擊 將會最為的明顯 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持續留意 從禮拜一到禮拜二 整個颱風持續變化的情形 什麼時候為北轉 預計這個時間點 要落在於禮拜二的下半天 也因此要提醒大家 後期的路徑 將會相當的關鍵 但是掉以輕心的 不管是北部跟東半部 還是要持續注意 是會有比較大的降雨情形 雨又會怎麼下 從一周天氣 帶大家一起來看 整個降雨的分布 以今天來說的話 我們剛剛說到了 整個外圍環流雲溪 已經逐步都在影響到台灣 所以整個東半部的降雨 尤其花蓮跟台東 將會最為明顯 要提醒要注意的 另外到禮拜二開始 整個颱風的一個它的中心 會逐步來到恆春的南方 來到恆春南方之後 整個颱風的一個環流 會逐步的影響到 整個東半部地區 所以東半部地區要留意 是整個降雨持續累加下來 恐怕都是會有好雨 甚至大好雨的情況 而北部地區 在明天的晚上 預計北風會逐步的增強起來 所以整個降雨也會開始增加 因此北部其實很多人 如果覺得現在外頭天氣還不錯 事實上整個天氣 到明天的下半天開始 就會逐步有所變化 禮拜三開始 將會是颱風影響 將會最為劇烈 因為預估整個中心 將會是逐漸通過台灣 甚至從整個進到台灣 一直到出海 所以登陸到出海的 這一個過程 其實對於全台各地 都一定是會有帶來 一定的降雨情況跟影響 不過南部地區的降雨 要提醒了 因為南部地區降雨的多寡 恐怕就要看整個颱風 它未來它的登陸點 將會影響到整個雨區的變化 而禮拜四開始 整個天氣狀況 隨著颱風逐步遠離 大概就是在北部地區的山區 還是會有一些 逐步大雨的情形發生 而要提醒的就是 其實整個颱風 是持續在靠近台灣的過程 也因此整個雨的狀況不容小距 另外海邊的風浪 其實也是滿大的 包括了像是現在其實在 南嶼已經觀測到了7.7米的浪高 要提醒大家接下來 在今天下半天開始 隨著颱風中心逐步在通過 而且來到恆春的南方的時候 到時候不排除 其實整個沿海四周 都是有可能會掀起 6到8米的浪高 而且甚至不排除 還會有比8米更強的情形 因此要提醒的就是海面作業 盡量能夠避免前往跟減少 最後在正風的部分 尤其在整個西半部地區 從明天開始一直到禮拜三 也是會有比較強 甚至9到11級的強正風 提醒沿海的部分觀眾朋友 要特別的當心留意 以上這件最新